卖冰粉了 好吃的冰粉 好吃的冰粉 五元一份 不好吃 不要钱 南方的一种 夏天避暑的一种小吃 哇 你这料很足啊 还好吧 我吃的冰粉就里边只有粉 你这这么多水果 我没带钱呢 没事 我就可以免费送你一份吃 真难道我赶紧尝一份吧 味道真的是不错 我们光吃了您这好吃的冰粉 还不知道您叫什么 是干什么的 我是来自于四川成都 今年38岁 我名字叫冯阳 冰粉这个手艺 是你一直在做的事情吗 也不是 这是我近两年 所做的这个事情 因为为了生活嘛 那之前做什么呢 我以前因为是干工程嘛 就是因为03年嘛 我开始上大学的时候 家里面很贫穷 当时我母亲捡垃圾 只能凑够我的学费 在生活费这一块 我就没办法 当时学校也知道我的情况 老师就给我向大学里面申请了4000块钱的助学贷款 我也可能只满足得了一年的生活费 我怎么办 我就想着我能不能把它变成8000块钱 我就跑到成都的二手市场买了20多辆自行车200块钱一辆 我就开始做生意 租给同学 因为我当时想的是我们学校离温江城里面还有一点远 我说同学有这个需要 加上坐公交车也不是很方便 都给他多少钱 我是这样子一块钱一个小时 比如说四十五入 就是超过半小时 我就算你两块钱 如果是没有超过一个半 我就只收你一块钱 一块钱一个小时 就是这么一块钱一块钱的收 一个学期能挣多少钱 一学期的话大概一个星期平均大概七八百块钱 还挣这么多钱呢 那个时候生意要报好 哇 可以啊 那大学四年毕业之后 我可能到05年快实习的时候 我就必须得面对着选择 要么继续经营这个生意 要么继续去打工 因为我读到工程造价管理 我想我读到大学不可能就这样子做点这些小事 想着出去还是要做自己大学的本业 我就想着去 当时有个很好的公司 应评我们去修水电站 工资很高 七八千块钱过于 因为当时我们是临时的技术人员去的 也是临时的干了九个月 我就挣了第一桶金 过后又回来了去找工作嘛 遇见一个贵人 对我非常好 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笔财富 我去应评的时候我就说 我说老板我开始不要工资 但是一个月两个月过后 你必须满足我的条件 就这样子去干了一个月 老板觉得我不错 就提我项目经理 我觉得当时给我七八千块钱 我也觉得自足 有点自足 我就跟老板说 我说老板你算是要情人管理 我给你免费管理 你把工地上的项目 人工费给我 人工给我 我帮你管理 但是你承包跟我 他也信任了 他觉得我能力不错 就交给我管理 就在几年的时间 我居住在他身上 就差不多挣了有五六十万 就接项目 等于承包他的项目 就这样子 那这财富慢慢越积累越多了 到几十万 到几百万 到千万 都到千万了 用了几年的时间 用了三四年时间 就到千万了 做生意的好手 天生这个脑子算账 算钱 就很敏感 那是不是 这个收入也多了 这个也成家了 是吧 就是 在一零年的时候 我成了家 买车 买房 什么都有 别墅 都买别墅了 私也做大了 但是管理上 没有做上 没跟上 过后 就因为 老婆的管理公司 同学的管理财务 就这样子 他去到后面 公司经营不散 就很多债主 就来了很多人 把我公司围绕 让我公司 就没办法 再继续地生产了 我没有太听懂 其实事业 一开始都挺顺利的 但你们做工程 会有很多三角战 也有很多三角战 至今年段了 当时因为最高峰 接起四千多万嘛 太太就跟我说 老公没事 我们还有一点点钱 我们去做点小生意 他有一天 我不是剩一点钱吗 剩七十多万 我朋友还我的 七十多万块钱 他突然有一天 他拿着我的钱 就了无音讯 你说谁 我老婆 我老婆 就拿着钱走了 就什么都没跟我说 就连金银手持 所有的衣服都没拿 就拿着身份 给银行卡走 孩子呢 孩子也没管 孩子就跟着我 那出了什么事啊 因为当时 因为是这种情况 当时有一天 因为我们用着手机嘛 我都知道 他用着什么手机 突然一天 他在沙发里面 我看见他有另外一个手机 我说你怎么会有 另外一个手机 我就去看了一下 偷偷的 看见个什么 亲爱的老婆 人家 不是我发的 是人家发的 或者这是算 丢人的事情 你知道吗 就 我就看见 我就跟他争吵了 但是他不给我看 就这样子 他说他出去走一下 他就拿着 我以为什么东西都没拿 我以为他不会走 就拿着东西 就再也没有联系 到目前为止 四年多了 也从来没有给我 给我一个电话 就这样子 不 就等于他情感出了问题 然后就 在你们争吵之后 就走了 你们也没有办任何手续 没有 也没有对财产 和孩子做任何的处理 没有 就杳无音讯了 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他去了哪儿 也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 那他家人也不知道 他去哪儿吗 他家里面也不告诉我 但您的选择就是 我要带着女儿 继续坚强地活着 就是 是吧 谢谢老师 所以您一上来的时候 我这卖冰粉 我闺女也跟着我 我就想说 这闺女跟着爸爸卖冰粉 这个场景 虽然有一点点心酸 加上您的讲述 但还是挺温馨的 我听说女儿也来了 谢谢 就是 今天女儿也来了 那咱把小女儿 也请上来吧 好的 来 有请 你好 小姑娘 谢谢阿姨们好 你好可爱呀 有一点瘦啊 宝宝你 我带着我 是我的肘不胖呀 是吗 那你这是气人呢 我们一吃就胖 你吃不胖呀 吃不胖 你十岁上几年级呀宝贝 我上四年级了 学习怎么样 还可以呦 我猜你就还可以呦 这女儿特别聪明是吧 她特别聪明 记忆力非常好 有没有当什么班干部呀 因为我是浙学期 才转过来的嘛 所以呢 我对大家也不太了解 大家也对我不是特别了解 所以我还没有当什么学生部的 那怎么四年级就转学了呢 因为爸爸要到处工作嘛 然后他每去一个地方工作 我就要转一次学 哦 那就得离开之前的小伙伴 对 那会不会有点难过 肯定会呀 我很想念他们 嗯 我都能感觉到你想他们了 那你会不会有点怨爸爸说你干嘛不能在一个地方呀 不会呀 因为他工作嘛也很忙 他也会东走走西走走 爸爸刚才一上场推着那个小车卖冰粉 他说他也带着你是吗 对呀 你也跟着去呀 嗯 那你会吆喝吗 我会呀 我肯定会呀 那你吆喝一个我们听听 卖冰粉了 卖冰粉的 好吃的冰粉出炉了 再不吃的话就要没了呦 哎呦那赶紧买呦 哎你这么一腰会是不是叔叔阿姨哥哥姐姐都来买呀 对呀 那你们家这小摊的生意是不是还可以 嗯 哦 我们家的冰粉是非常好卖的 嗯 因为他还要唱歌嘛 谁唱歌啊 小宝贝 我女儿 哎呀那你必须得给我们唱一个好不好宝贝 好 来听听我们可爱的小宝贝 又是一个新的衣带 闪着 你的衣带 你这么多不小心 因为每人都不想 desaf you 你这么多了 我也不想让你为了 你这么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自己学 你知道我为啥哭了吗 我有点心疼你啊 也不用心疼我 但我很坚强的 那四年前其实 妈妈突然不再而别 女儿应该也挺难过的 因为当时她妈妈走的时候 我们还去找了她一个月零三天 怎么找的 一个月零三天 当时因为我们在没有钱 她把所有的钱都拿走 我们在车上睡觉 女儿说吧 女儿她最清楚 她怎么跟我说的 爸爸我们不找妈妈了好不好 找妈妈太累了 每天都要吃蛋炒饭 或者是面包 或者是面条 我就是不想吃了 就是这样子 当时哭着眼泪给我说 那你不想找到妈妈 所以说我就冷下心 回来我一定要勇敢地面对 你不想找到妈妈吗 行啊 但是太累了 别找了 就是没找 就是我带着 女儿要坚强地活着 买冰粉创业嘛 就这样子 我相信有一天 总有出头 是不是 有没有 有 来我个赏 我们一起加油 OK 你觉得爸爸照顾得够细心吗 能把你照顾好吗 能 他给你做饭 对呀 他做的好吃吗 挺好吃的 不行你来我家 我爸爸 我喊我爸爸给你做 你们家有点远 但是下次去成都找你 好 那你这小辫子呢 平常你自己说 还是爸爸给你说呀 自己说 他说的可乱了 什么都很独立 做饭也会 比如说我晚上回家晚了 他就自己做饭 特别懂事 可能 所以真的还是希望 我们欣蕊的母亲 能够回来做一个了结 不管是将来怎么安排 就是孩子 有没有个交代 当然了 我相信小欣蕊 这么优秀 这么成熟 好好学习 不要把文化课落下 好 好好的学这个艺术 我们今天有搞教育的 这个阿姨们 陪在爸爸身边 好好的成长 将来一定会很棒的 我们遇到的所有挫折 都是会过去的 我相信一天 以后我们两父子 决定会过得很好 只要努力 知道吧 幸福是可以努力的人 坚强的人的 心里有什么想 跟爸爸说的呢 爸爸 你辛苦了 你一个人把我抚养长大 经历了很多坎坷 你总是把最好的给我 不让我受一点委屈 我爱你爸爸 谢谢 我们一起赶 好的 今天先生来到我们现场 是带着幸福心愿的 那我们有请冯阳先生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有请 我的幸福心愿是 升级语儿 唱歌音乐装备 好 谢谢 请回来 看看我们的老板们 怎样帮到你们 来 有请 阿姨听到了 你少有的一种 懂事和成熟 就是阿姨为你点赞 生活本来就是要有分育的 小的时候成熟分育 那么心呢会很坚强 那坚强 乐观 相信呢 有很多的人是爱你的 阿姨爱你 好 谢谢 加油 宫多多人力集团愿意 给你提供所有创业的 管理咨询服务 另外 给你创造所有 全国性的人力资源服务的资源 以及人力资源顾问 宫多多人力集团愿意 捐助2000元 但这个2000元 其实我想说好 不是说给你小女儿 去提供这个 升级装备的 我觉得 把这2000元 给小朋友买一买 小孩要用的护肤品啊 等等的一类东西好吗 多关照关照你的女儿 她真的很懂事 东方不亮 西方亮了 我觉得老天爷是公平的 赐给了你这么一个 可爱懂事的女儿 说实话我们都羡慕你 我们也都是有女儿的人 但是我们的女儿 都没有你那么独立 真的 小女孩 你太懂事了 太让人心疼了 在这里呢 我们东莞市 利红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助力您2000元 愿你早日 实现女儿的梦想 这么好 这么乖巧的小孩子 如果要是 你要是把他以后 那个 教育和引导失败了 那太罪过了 所以呢 我们 长春康达医院 减肥基地呢 愿意 对你的梦想呢 给予助力 像阿姨 像你那么小的时候 已经很懂事 因为我妈妈 在几岁的时候 已经就离开了 那她不是说 其实你还是幸运的 你知道吗 我妈妈是永久性地离开了 知道吗 那你最起码 你还有一个叛逃 她还会回来 或者是她现在没有接受 她不能回来 她迟早会回来的 你不要去怨她好吗 好 代表广东省 同意明天 艺术传播有限公司 助力领养 千元的一个 脚石金 谢谢老师 加油啊宝贝 今天我们节目组呢 也给你们准备了一份礼物 是一份 惊喜 咱看看 我们大门后边 来了谁 请开门 大家好 我叫王玉才 我来自四川 听说了冯阳的故事 之后我非常感动 我名下有一家奶茶店 准备想让冯阳来经营 太好了 谢谢老板 谢谢 从年轻得志 风光一时 到低入低谷 如今38岁的冯阳 从无到有 从有到无 也许人生精彩之处 就在有无之间 希望冯阳和女儿 一切顺遂 万事安好